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媒Mac Rumors的编辑Julie Clover从2023年9月入手iPhone 15 Pro Max后 就将80%充电上线功能开启 实测使用近一年时间 并且与同期两台没有开启充电上线的iPhone进行了比较 Julie Clover表示 约70%的时间iPhone充电都是用USB-C有线快充 只有少数情况才会用MagSafe无线充电 并且它经常会让电量降到很低才开始充电 不会长时间将手机留在充电器上 经过一年的实测 结果显示开启iPhone充电80%上线的设备 充电循环次数为299次 电池健康度维持在94% 相比之下 同时的另外两台同样是iPhone 15 Pro Max 但没开启充电限制的设备 其中一台电池循环次数达到271次 电池健康度为90% 另一台手机电池循环累积到329次 电池健康度剩下87% 从实测结果可以看出 iPhone在开启限制80%充电上线功能后 电池健康度的下降速度 的确慢于没有充电限制的设备 这证实了充电上线确实能延长 iPhone手机电池的使用寿命 只是作用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显 Julie Kovar认为 iPhone充电限制在80%的真正效果 可能要拉长到2-3年才能充分显现 Jeffrey的一见是 如果当前iPhone的80%电量 可以满足你的日常使用需求 那么保持这个设置常开 确实能够延长电池寿命 但是 对于那些使用重度电量的用户 如果有80%的电量 不能维持一整天的电量使用 那么启动这一功能 可能就变得多余了 只有当电量达到100%时 它们才能感到足够的安全 此外 如果你有在视角前 给手机充电一整晚的习惯 Jeffrey简易开启充电上线 或者设置优化电池充电功能 这样可以避免电池长时间 保持在100%的状态 也有助于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值得一提的是 即使你设置了80%或者85% 90% 95%的充电上线 iPhone有时也会充到100%的电量 这是因为系统需要维持 准确的电池充电状态估值 所以偶尔看到电量超过上线 是正常现象 不用感到奇怪 说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 充电上线和充电循环次数 以及电池寿命的关系 除了设置充电上线外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延长电池寿命呢 BG 我们接着往下聊 在探讨如何延长电池寿命之前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个核心概念 电池循环次数 且而言之 它指的是设备从满电状态方电池一定电量 苹果官方建议为20%或更低 再充电池满电状态的完整过程 这一过程 如同生命的呼吸 循环网速 记录着电池的每一次呼吸与休息 视频库电池寿命和性能的重要标志 比如iPhone15系列 苹果最早公开的电池寿命情况为800次循环 仍保持健康状态 所谓的健康状态是指电池健康度维持在80%以上 今年初 苹果官方重新测量了iPhone15系列四款机型的充电循环技术 将原本的800次调整为1000次 确定了该系列的电池寿命表现比原本估量的结果要更加出色 苹果智慧的建议我们在电量剩余20%或更低时启动充电程序 这并非随意之举 这一策略旨在通过避免电池深度放电 减少对电池内部结构的损害 从而延长其使用寿命 因此 在日常使用中 我们应养成关注电量 适时充电的好习惯 当我们将设备连接至电源 看到电量缓缓攀升至100%的那一刻 心中或许会有一种满足感 但请记得 满电并不意味着过充 现代智能设备均配备了先进的电池管理系统 能够智能判断充电状态 避免过度充电对电池造成的损害 所以 也不必刻意拔掉充电器 以追求所谓的不过充 有趣的是 一个完整的电池循环 并不一定需要通过一次完整的充放电过程来实现 比如 您可能在第一天使用了75%的电量 并在夜间将其充满 第二天又使用了剩下的25%电量 这两天的电量使用加起来刚好是一个完整的100% 从而也完成了一个充电周期 这种灵活的计算方式 让我们更加便捷地管理电池健康 最后说说注意事项 在充电这件事上 原装或经过认证的充电器和数据线 是您的最佳拍档 它们不仅能为设备提供稳定高效的充电体验 还能有效避免银电流电压不匹配而对电池造成的损害 因此 请尽量避免使用非原装 或未经认证的充电配件 苹果官方指出 在正常条件下 锂离子电池的充电周期数达到500次时 电池仍应能保值出使用量的80%左右 这一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参考框架 但请记住 实际的电池寿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使用环境 使用习惯和保养方式等 因此 不必过分拘泥于这一数字 而是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评估电池的健康状况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我们对电池的理解和应用也将不断深入 未来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创新技术的涌现 如更高效的电池管理系统 更环保的电池材料等 共同推动数码产品向更加绿色 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而在此过程中 作为消费者的我们 也应积极学习科学的充电和使用方法 共同呵护我们的爱机 让他们在陪伴我们的日子里更加持久 更加精彩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还知道哪些延长电池寿命的方法吗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